好像一個典型 它本來就是什麼 凹凸凹凸 但是你可以看完 因為它可以回復瓜子 老師對我們也是非常簡單的一個事情 變美的方式從 歡迎收看今天的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以前是瓜子臉 可是後來年紀大的時候 它就開始變怎麼樣 這裡凹 這裡凸 這裡凹 這裡凸 也就是凹凸凹凸 如果這個凹凸凸凸是形容你的身材 凹凸的一種是很好 可是如果是臉的話 大家很不喜歡 因為我們都希望 我們臉的輪廓線就是像 加上那樣是瓜子臉 可是很多人他明明年輕的時候 我是美人配置的瓜子臉 可是後來他會發現一件事 太陽卻陷下去了 然後顴骨變高了 然後臉頰下面凹下去了 然後多了一根水美容 欸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強調一件事 醫學美容 一定是醫學擺在前面 沒有擺在後面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原因 你要診斷出來 你才要發生真正的治療 先診斷再治療 發生很多人 凹凸凸凸凸 那我就把凹凸全部都填起來 臉看起來是不是就平凸 這樣對嗎 因為是臉很大 你沒有真的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逆轉你的這個 現象你就必須要找到原因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的成果 我們把它發表在這個地方 Athetic Surgery Journal 這是什麼 這個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美容外科一個國際期刊 他呢 目前他的排名 你會看到他的Impact Factor 是3.79 這Impact Factor指的是 影響因子 他影響這個業界的因子 影響力越高 他的分數越高 所以這個分數越高 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以把你的研究成果 看見在這個上面就是 越高一個榮耀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哇你這個研究很棒 然後對大家是很重要的 那在目前 這個美容醫學上面呢 這個排名 我們這些所有論文的排名 就是看你Impact Factor 他的分數越高 代表你排名越前面 最後像我們大學 也有分從最好的到最不好的大學 我們當然也有這樣的一個排名 很榮幸 我在前幾天 這個他們寄了一封Email給我 從美國寄了這封信給我 我那時候覺得說真的超帥 因為這個研究 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 簡單講他就是在通知我說 你這邊研究他們覺得很好 他們就是覺得要把它刊登出來 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研究我們做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跟這個 昌庚的這個楊醫師 我們就在研究 為什麼我們是年齡老化 這裡會凹這裡會凸 這裡會凹這裡會凸 我們繼續追蹤一些人 那這些人呢 他們呢在醫院裡面 他們可能有做一些健康檢查 去追蹤 有的追蹤五年 有的追蹤七八年 有的追蹤十年的時間 我們去研究 為什麼他的臉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這是其中一張圖 這個也有刊登在我們的論文上面 這個叫做核磁共振 我們的臉其實分 各種顏色 腦袋不是我們的研究部分 是臉的部分 就像我講的 我們平常一直在講我們的臉 分成三層 淺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 中間是筋膜 深層有筋膜式跟脂肪墊 我們就去分析 在我們的臉的這些構造 他在隨著年齡 他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去把它統計出來 然後我們去研究他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找出他的原因來 我們發現了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3D動畫給大家看 簡單講是這個樣子 隨著年齡 我們臉這些層次 有的部分他會萎縮 有的部分會下墜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們的太陽穴這個地方 它深層的這個脂肪墊 它是深層的脂肪墊 它跟我們臉頰的脂肪墊 它其實是相通的 這兩個是相通的 然後它隨著年齡呢 它會開始慢慢往下掉 慢慢往下掉 好 那這個往下掉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大概一年會往下掉 0.89mm 慢慢慢慢往下掉 好 剛剛往下掉 好 這裡就是重點 這個往下掉 有的人會說 一年0.89mm 有1 一年連1mm都不到 大概有1 假設一年0.89mm 10年它就 掉下來 8mm 大概是感受到了 好 所以你隨著你的年齡 它就會掉得越明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為什麼呢 就是在過去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老化就是 或者是他會認為 老化就是 垮了 但是事實上 從這個研究我們會知道一件事 在深層的組織 它其實影響的更大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坨掉下來這個東西呢 這就是我們很常說的 深層的脂肪墊 這個深層脂肪墊 它原本的位置 這是顴骨 這是顴骨 它原本的位置應該是在顴骨的下面 當它隨著年齡 開始慢慢慢慢往下掉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就凹下去 而你這個地方就空出來 就是你這個地方 它隨著年齡它就凹下去 然後這裡就多了一塊 嘴邊肉 在之前其他影片我們有跟大家提 我們嘴邊肉分三型 那其中第二型的嘴邊肉 指的就是這一種深層脂肪墊 它掉下來 它掉下來的時候 就會讓這個地方 顎骨會比較快 所以我平常 有時候客人來的時候 我在諮詢會跟他看 你覺得你的臉型變了 我現在把這個皮捏起來 有沒有比較 他說有有有有有 可是怎麼這裡還是有一坨東西 那一坨東西就是這個 因為你今天如果像我用手捏皮 用手捏皮 它是不是只有捏到前腸 你沒有真的去處理到 這嘴邊肉是不會改善的 不管你今天是用拉前還是用手術 只做前腸是不夠的 你看一年 你要處理的完全 你一定深層也要處理 大家去做那個音波電波 很多人會發現音波電波 它可能對比較年輕的人 它是有一點笑的 可是我們可能很多人過了四十幾歲 它在做電波音波 它就覺得它改善有些 因為它怎麼打 它會發現皮是有變緊 可是這兩塊怎麼還在那 這個研究就告訴你 因為這種狀況 它是深層的脂肪電下垂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要發現一件事 這個影片就是我們放 直接放在醫學論文上面的一貫動畫 你看就是這塊看到了嗎 它掉下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多了一塊 而這裡就凹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你的臉會凸凹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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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就是一個很不喜歡的電器型 那我們既然知道它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去逆轉它呢 我們的研究錄裡面也提到了 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可以把這個深層的脂肪墊 我們做一個上提 把它縮回去 發現你的嘴邊肉就可以怎麼樣 往上提 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會改善凹凸凹凸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研究論文呢 追蹤的時間追蹤的很久 那給大家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結論 為什麼我們在處理老化 不能只處理前層 甚至你也不能單單只處理到肌膜 你要處理到肌膜下面的問題 就是像我們三層次拉皮手術一直強調深層的問題 在拉線要處理深層的問題 因為你要確實的改變你的臉型 要改變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凹凸凹凸的感覺 你一定要注意到成長 那這篇論文非常榮幸 就是 可能在這個目前美容外科的這個醫學研究論文裡面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SJ 美容外科的這個研究論文 它全民的SJ 我們之後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陸續發表的一些國際情況上面 那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影響力 也都可以讓我們在回春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現在齁 在整形在回春上面有很多的進步 那很多老的方法 不能說它被淘汰 可是我們可以有更好更更徹底 回復期更短的方式 來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一個臉型 它本來就是什麼 凹凸凹凸 那你可以看完 它有回覆瓜子 這對我們也是非常簡單的一個事情 那看完今天的節目 我只有留一個問題給大家 我們看一下這個臉型 凹凸凹凸的這個臉型 不管男生或女生 今天你要處理這樣凹凸凹凸的狀況 聽完我們剛剛的節目 你覺得應該怎麼處理 請問你 A 你應該先填充 還是B 你應該先拉體 你認為填充就可以覺得這樣無敵 還是你應該先拉體 再來考慮填充 那最後也是跟大家提醒 不管你今天做什麼療程 那一笑才是最多 講這個才算專業喔 我直接講 大家如果覺得我們的這個節目不錯 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跟我們的小面講 他們會把我這一本書 不是這個研究論文 或是我其他的論文 這本我們用很簡單的口氣 從頭到尾都是我寫的 所以裡面有真正的醫學的知識 而不是很多的商業 或者是畫書好 我相信對大家對臉部的結構 有更好的一個了解 那當然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諮詢自己的狀況 也歡迎大家在 臉書啊 微博啊 YouTube啊 或者是官網上面留言給我們 或是直接在 LINE跟微信上面 T上REDIM CLINK 都可以直接跟我們聯絡 好 掰掰 BYE BYE 不值得 XXX 可是人家已經foundое了 努力了 我在想偈找 想偈促 看吧 然後我現在可以 在前面 變美的方式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